来 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 竞载运通 大家好 我是徐明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开平盘 震荡整理 那么昨天一天 外资大卖台股百亿 让台股正式收盘的时候 跌破了季线 那我想昨天很多人会比较担心一点 外资在这个地方的动作 其实相对的大 那么如果以波段的角度来看 当整个台股跌破季线的时候 那么想当然了 如果季线没有办法再站回去 多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就扣底的角度来看 我之前讲过 如果用原始的上升均线来看 它只要一跌破 季线一定不是支撑 因为它是一个均线扣底的概念 很多人会用季线当一个支撑去安慰自己 说这个季线会有手 其实并不然 昨天一跌破 很多人马上慌了手脚 那我也坦白的告诉各位 以季线架构的理论来看 现在季线还在往上走 短线跌破 然后你得等到它走平 向下弯 这个空头才是正式的确认 大波段起跌 那当然 从小跌变跌一个波段 变成大跌 我希望你在小跌的时候 就已经先避开了 而不是等到大跌 才来想要说 啊 我要放空 这可能就太晚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盘面上面 当然有些股票领先反映 未来的趋势 那么今天早上我开盘的时候 我也蛮shock的 这档股票居然开盘直接锁跌停 那么3234的光环 我相信在这一波里面我强调过 如果一个族群转落 它一定有迹象 那么撑到后面 还是会有股票不断的往下破底 所以我之前在讲说 整个网通股里面 像3081的联雅 我在放空的时候我讲过了 高价股一旦转落 其他的股票你不用太看好 这边我赚了37块钱价差 但是技术形态上面已经告诉你 即使股票让你看起来跌得很深了 你买错位置 一样会赔钱 如果你买这里同样这个价位你来买 你会赚钱 你买这个价位你会赔钱 所以我说时空背景不同 你要掌握的是整个盘面结构的变化 所以当昨天破季线了 其实对我来讲 只是印证我4月6号告诉你的话而已 每个人都在讲清明变盘往上 那我就说如果红海是最后烟火 你要谨慎操作 结果隔一天我正式告诉你了嘛 对不对 万点高空路来了 那么当然我今天要告诉你后面盘位怎么走 你要特别留意哦 上次我们提过21周变盘转折定点 从这边起涨 涨到这边是21周 这个月是第21个月 因为我是用当月算 那涨到21周的时候 如果结构对 这边不是反压 如果结构错 这边就是最后逃命 所以我说我分析完筹码告诉你 当外资狂买 融资狂买 空单狂补 三大买盘齐聚 指数原地踏步 这个叫风线 风雨欲来 那么当然在4月14号的时候 小跌个一周 空单已经大获全胜了嘛 对不对 准时变盘 变盘不是往上 是往下 那昨天是礼拜三 我补一下K线 这是周K线 这个礼拜的周K线还没收啦 那很多人会问说 那今天会不会有多方抵抗 如果你用周线的角度来看 从这边长到这边是21周 对不对 那从这个地方画上来会有一条原始的周线上升趋势线 所以我简单来讲 在下个礼拜三之前 多方一定要守 那如果守不住 如果守不住 我先以最好的前提跟你假设说 如果守住了 大家就很像这样整理 但是如果守不住 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守不住这一波原始的上升趋势线长了21个月的台股 以技术形态上面来看 上升轨道一旦跌破 会回到起掌点 但是这个起掌点有点远啦 如果发生重大事情才有可能回到这边 那如果是因为台股的本益比太高 结构不对 筹码松动 国际情势紧张 那大概就是回到这里 大概就9000点附近 所以上次我们曾经遇过一次上升轨道跌破 就是这里 结果呢 台股从1万点直接摔到7000点 后面这一段是多跌的 所以这一波你要特别留意喔 这个礼拜的周线还没收 但是以相对位置来看 就我所学过的技术分析 多方一定要进行短线上面的抵抗 但是抵抗如果失败 日线就会走得很惨烈 因为我们之前在讲过 我说当风险来临的时候 21周21个月会有大事情发生 你问我 时经小胖的问题吗 还是要英国准备提早做选举 我说这些东西通通都在这里面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不相信技术分析 有它的道理 来到这一天台股大涨 昨天大跌 一来一回天差地远 不是吗 如果你在这边追股票 当然你会很辛苦 对不对 所以我在4月6号的时候告诉你 关键时刻请你做对动作 不要追多单反手放空 后面台股破三分趋势线我讲过 只要一破季线一定失手 结果来测了很多人把它当成依据 对不对 告诉你季线往上不用怕 当你不怕的时候我空单在收割了嘛 那么昨天 当整个技术形态有反弹的时候 现在季线的扣底在这里 接下来台股的季线还在往上 大家要注意喔 两个礼拜过后季线扣底会跑到这边来 就变成技术线会开始走平 甚至不排除供不上去往下弯 那你要特别留意会不会下杀取量 那么昨天当然是第一天的小取量了 873亿 可是你看到873亿你又有什么感觉 跟这边的成交量比 这边是明显的什么 走量缩 那量缩不打紧喔 我之前设定了三道关卡 第一个 清明变盘失败 那反过头来讲 红海大涨变成什么 逃命跟出货嘛 第二个 上升趋势线跌破 季线必破 这是我之前就告诉过你了 对不对 接下来你要特别注意 季线失守 就代表空方正式大举出动 开始起跌 那起跌的方式有几种 第一种是我告诉你了 我之前在讲台语的时候 我就讲过 来到这个位置 来到这个位置叫低标 你知道吗 当时在9897点 很多人讲说需要是那种柯林 9897点 你看昨天 是不是来了 那这个点会不会守 对我来讲不重要 因为就结构上面来讲很失败 来到这边做小反弹 如果结构再失败一次 会往下再来 季线就开始走平往下弯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的是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当然会告诉你 现在的结构并不是一个多方架构 虽然你每天盘面上面看到 比如说现金光了 今天跟你讲什么TPK 对不对 但是这些股票跟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手上的股票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么就是位置太高你不会追 要么就是太投机你不敢买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的事情是 有些公司就像我今天看到这一档股票一样 你会觉得它莫名其妙就跌零板 对不对 可是一个跳空下来 你看到过去三个月买的 全数套牢 然后台股供到快一万点 所以对我来讲 你的风险不在于指数 你的风险在于个股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 昨天台股已经跌破季线了 你这边不知道变排 你这边还在想季线是支撑 现在季线跌破了对不对 既然季线跌破了 你要小心 一旦这个点跌破 量会出来 可是并不是往上 就会变成下沙取量 所以站在我的观点 我要特别的提醒你 这波最大的风险 当然就是在电子 就是在电子 电子这波是有创波段新高的 就周线角度 那电子跌 我相信我的电话就爆线了 因为很多人手上都是电子股 对不对 那来到407.32点 我说过烟火大秀叫鸿海 你创高没关系 请你滚亮 结果没有 自求多福了 来 电子指数压下来 这是昨天的电子指数 已经来到季线附近了 所以要特别留意 既然高档背离已经确认 接下来就是走 季线攻防站 但是我这一波看下来 台积电大立光红海都叫掩护 所以季线我认为接下来就是走平 然后往下弯 那如果你用一个扩散角度来看 整理失败 高档背离突破 接下来就是回到起张点 那这一段 这一段 我希望你不要手上有多单 因为如果你手上有多单 我讲穿了 买错股票 你很难翻身 所以接下来你要放空什么样的个股 接下来之后我再来告诉你 好好的精选一些 过去只是打筹码战 基本面没有改变 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的好标的 接下来之后我马上回来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更拿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破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便打头顾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便打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运气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我用我的大黄蜂带你来转 变成金刚 好 好 好 只要人家开车出事 保险公司会在白昌受海铃料后 高兴造势者托利败金 而且无法的又计划一条 好 还有大黄蜂的都把我们坐上去啦 喝酒开车最危险 海人海技无法险 来回到现场 那很多时刻你必须要当机立断 我记得我之前在讲 其实青春开红盘之后的翻多 跟清明之后的翻空 这两个都是很关键的转折 当然我们看的是本质 之前在青春开红盘之后 我就很明显的告诉你 这一波攻上去 叫做资金行情 它跟基本面其实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啦 当资金行情一来 我们讲白话一点 什么阿妈阿狗赔钱的 它都会涨 只要它筹码 稍微的够安定就好 可是当资金行情结束 结束就结束了 回归基本面 所以在搭配上之前 我二月中讲 我说三月中过后 是空单强迫的回补高峰期 每一次我所讲的关键观念 跟关键的筹码变化 如果你有听进去的投资朋友 你这一波跟着我们 同步反手放空 你是可以 将多单出在相对高点 空单又马上赚到价差 那有些股票当然是不能空 但是我讲过了 题材就是题材 川普概念股 你看 六块钱标到十三块 你很难想象 一百四十三亿股本的中红 标了一倍 标了一倍不打紧 这边破季限你不停损 你现在得忍受它破底 你懂我意思吗 股票永远不是价格的问题 是涨跌的问题 现在有谁讲川普概念股 那些钢铁股怎么办 我讲川的就这样 你已经套在手上 人家涨一倍轻松卖 所以我说 有时候当筹码出现变化的时候 后面紧接而来就是基本面 所以我告诉你嘛 四月六号 南下列车正式启动 万点高空路 空两种股票 高档转弱的 中级再跌的 台股来到这里 我叫低标啊 最后你也要回来这 我在这边讲了 昨天快来的嘛 还没有碰 不是重点 你这一段没避开 我现在可以肯定你手上的股票 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是套牢的 可是你舍不得做动作 当你舍不得做动作 这边三%五%你不走 你现在在等节套了 我讲的没错嘛 所以每一次的关键价格 关键的结构变化 我不会装神弄鬼啦 我觉得 我上节目我是一个公众人物 我讲的每一句话你都要检验 所以我很明白的告诉你 清明节之前 我们多单出调了 空手 清明节过后 结构失败 反手放空 我的节奏是很明确的 做多的时候不讲空 做空的时候不讲多 因为风险大于利润的时候 我选择站在风险这边 高档转弱的股票 中继再跌的股票 第一波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那么市场传出 英特尔的晶片将持续加快整合的脚步 今年就会整合无线宽屏Wi-Fi 高速传输界面USB3.1 Webroadcom 瑞玉还有翔硕这些晶片厂 后是投下变数 那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其实我讲穿了 股价早就已经反映 这个未来的变数 我在空翔硕的时候是 4月11号319 对不对 仙家空 这边爆超级大力多 5269的翔硕 来看一下 大单加持 营收宫顶 双平台助阵 营收看俏 对不对 都是三月的事情 那为什么这边破 破线就是空 空完之后呢 你说因为北韩的关系所以它跌停板 对吗 不对吧 空完之后我50块钱放口袋 今天你才看到利多 没有今天你才看到利空 这个利空是不是真的 我认为就股价上面来看是真的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详硕 我说过我不是神 我不会补在最低点 但是至少我补这一天 很多投资朋友看了应该是觉得 需要是 还蛮神的 今天利空不跌 真的吗 我打一个问号哦 我做空单 我习惯做完一趟 做两趟 做三趟 做四趟 做五趟 只要它还会跌 我就会继续做 所以你手上有详硕 多单的投资朋友 三天之内 麻烦你 一定要做对动作 之前你们看到我的节目 你知道我在空它 USB Type-C 那么这一段 你没有避开 没关系 这一段上来 请你好好地把握 那当然 只要股票还会跌 我就会再空第二次 但不是现在 下一节目之后我就不知道了 来 联雅 265 空完之后 当然急杀就补 37块钱放口袋 整个网通骨里面的高价骨 叠成这个样子 你要小心啊 华信光 光环 今天跌停板 所以同样的道理 高价股在转落 该怎么布局 有些股票我们还在做啦 这样 这样 整个 我们讲过高档转落的股票 其实很多投资朋友现在手上有 我讲真的 我最近解持股 我解到真的是胆战心惊 怎么会 你的股票 台股冲到快一万点了 然后你的股票不动 你一点警觉性都没有 我在空 双红 这边宝可梦嘛 最近没有人宝可梦了 对不对 炸的退烧啊 手机都要改成悬散热 梦一场嘛 对不对 题材就是题材 空九十块四毛钱 破底 双红 你看这个反弹有多弱 下来反弹一点点 不小心这个点再破 又是一大段 所以你有多单的 请你把握好 关键转折点 最关键的转折点在这里 第一段你没避开 反弹上来弱势 请你把握第二卖点 金居啊 我空五十块八毛钱 空完之后 急杀补一半 四十五块一毛钱 好啦 那补完之后呢 四月十八号涨停板 五十块一毛钱 昨天出了个超级大利多 对不对 金居啊 公布手机财报 哇 好得不得了 连三纪创高 那你看到这个新闻 一定很兴奋 哇 前天掌停板 那么昨天冲高 利多爆量 一定要在攻了 对不对 你昨天去追了 投资朋友 请你自己小心 那你问我 需要是你只补一半 那另外一半怎么办 利多爆量来到季线 这叫反弹逃命 空点 所以昨天利多一出来 我盘中上节目还在冲 对不对 我下完节目 回去我做动作 空五十二块一毛钱 金居反弹结束 会员在五十二块两毛钱附近 市价空回一半的资金 五一半再空回一半 坐价差 先会员放空一层资金 昨天空了 今天马上赚 那你昨天看到利多 哇前天亮灯 昨天爆量出利多 形态突破 站回季线 你去追 发生什么事 所以 有些股票我们持续在布局的 你要跟上来 第二波的空单 你要锁定什么 很简单 之前我讲联光通 公司不贪金 27块钱喷到68块钱 昨天破底 那你要找这样子的股票 什么样的股票 去年亏损股价炒高高的 这种股票就是 怎么上去就怎么下来 我帮你找到了一档被动元件 这家公司很好玩 公司亏钱 公司亏钱 我认为它有机会走什么 联光通模式 联光通模式是什么 当筹码战结束 回归基本面 会有这样子的跌幅 这档股票 站在波段起跌点 请你好好地把握 记住 关键转折 反弹的时间真的不多 我一直在讲这句话 请你好好地把握 此股转换的时间 有需要不得的地方 跟我线上助理做联络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最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真逐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资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